这个是Jara Street特有的 Jason到底是什么东西勒 各位有没有听过SML XML 有吗 SML是什么东西 他是一种资料交换格式 通常用来做 公司和公司之间啊 或者是网站和 你的 你的城市之间的资料交换 但是 SML SML怎么写啊 SML很啰嗦,我稍微随便 给你看一点 SML的 维基百科里面应该有点范例 我们看一下范例 SML就像HTML一样 所以他其实格式像这样 你可以写中文没有问题 然后呢,这个是起始标记 这是结束标记 OK 然后 看中文的可能也不太 反而不太好看 看英文 哇 英文的有点详细 哇 英文的有点详细 哇,天啊 没给例子 我自己给好 好 好,SML怎么写呢 就是说我要按Person 然后呢 他的ID是什么 ID A 3134455667 好 OK 这是他的身份证号 然后呢 SML里面 就可以放两位啦 E-mail 不知道先写差也没有格式 可以啦 但是其实 其实 那个是标准 但是 不照标准的话 也可以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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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是 SNOBI 好,这个是SNOBI的E-mail 对 这个要结束 OK SNOBI的电话 好 好 就是要细犯 531 531 好 OK 就这样 那这个就是一个 SML的 文件 但是这个不是标准格式 标准格式前面还要加一行 加哪一行呢 标准格式前面要加一行 这个 还是有写的超啰嗦 这里 前面还要加一行编码 这里 标准的前面还要再加一行这个 就是告诉人家编码方式 还有版本 那当然这时候你存档的时候呢 你就要存 存层点SNOBI 存层点SNOBI 而且呢这里 已经是UTF8了 所以OK 那就这样 好,这是SNOBI 但是 你有没有觉得 有点麻烦 第一个就是 每个都要结束 第二个就是大与小与一直打 OK,有点麻烦 对不对 这些Tag都是固定的吗 Tag是你可以自己随便设计 我自己发明一个 Person 就自己发明一个Email 所以它是 自定Tag的 跟HTML Tag是固定的不一样 SMO是 自定Tag 所以它可以用来做 资料交换可视 OK 但是呢 这样子 SMO当初定的时候 他就为了 要让资料交换 大家都可以看 但是 实在定得很啰嗦 后来呢 现在几乎大家都不用 现在大家都 用更简单的格式 所以 Jackson大概是其中最通用的一个 就从SMO之后 大家觉得 超麻烦 然后那时候 因为W3C在推 推了 推了 之后大家好像都 搞得变得 像那个 SMO峰子一样 那 都要写这么复杂的格式 后来 后来 Jackson出来之后呢 SMO大概就没什么人在用 那Jackson怎么做 Jackson就是用JavaScript的 物件格式 他怎么做呢 就像这样 大括号就是物件 中括号就是正列 好 这边是栏位名称 两点之后就是内容 好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 写一个跟这个对应的 Jackson怎么写 就这样 大括号就是 栏位 对 栏位 Person Person等一下 你想想看 大括号是栏位 其实 我先不要写 Person 我先写 这个ID 然后呢 A 313 44567 ID等于这个 对 然后 接下来呢 Email Tail 然后 Tail 好 OK 那这样就是 一个 SML的 对应的 结构 就是 Jerson 那 你说 双引号没有关起来 双引号没有关起来 这个吗 有啊 对 对待 有啊 这一个双引号 这一个引号对到这个引号 那不是 我说他的双 哦这个这个 对 对 这个没有关 好就这样 那问题是 Person跑到哪去 对 Person 如果你还要在外面一层 Person 就这样 那当然 你这样Person的时候 是第一个Person 对不对 第一个人 其实 通常不会这样行 通常会 用 缩牌的方式 然后呢 第二个人怎么做 第二个人就 继续啊 继续 Person下去 就这样 继续一直下去 OK 那这里 对这里 这里应该要结束 这里因为一个人了嘛 所以应该要结束 OK 那这边 在弹点 在弹点 变成一个阵列 变成一个阵列 这个东西 应该Person还可以用 更简单的方法 来看一下例子 就说我一个 朋友名单 对不对 还有名单 然后呢 这个朋友 朋友是 朋友 所以是很多个朋友 然后接下来呢 就一个阵列 这阵列里面呢 先是一个 物件 这个是物件或字典 在JavaScript里面 都是用这个大括号的 物件或字典 就是一个物件 物件 的第1个栏位 叫name 这个name 其实可以不用 加双引号 可以不用加双引号 加双引号 OK 但是可以不用加 但是内容的话 就 如果是字串 一定要加双引号 但是栏位的话呢 是可以不用 然后这个 也可以不用加双引号 所以 这个写法这样 OK 这里应该要 斗点才对 这里斗点 斗点 如果不加的话 JavaScript好像 会自动加 所以 最好夹个斗点 好 那你把这个东西放进去 有耶 你看我这边有写斗点 上面 忘记 所以我写 Jorge 他的名字 是Jorge 他的 年龄 是25 他的朋友呢 有 John 和Mary OK 我们这样写是不是 比起 SMRO 还要简单一点 好 那我们就可以 问题 问题是这个是完全是一个合法的JavaScript程式 这一段完全是一个合法的JavaScript程式 我们只要把他指定给某变数就可以 对 那我就可以印出 George和他的朋友 这就是 一个Jason格式 对 这是Jason格式 这Jason格式 目的是什么 在 网页里面做资料交换 就是他有固定的同一个格式 就对 对 然后比如说像现在 好了 我要用Facebook 查询我所有的朋友 那你就可以指定说Facebook要传回Jason格式 那我查回来之后我就 我就直接把他 签在我的那个 网页里面 显示 这样是不是 相对就很简单 我也不用再去写一个 SML的裹析器 我直接把他签进来 直接在 里面继续写 JavaScript程式把他显示出来 我懂 OK 这是Jason格式 但是我觉得 那时候写这样的格式 有点冗长 事实上 还可以更简单 那这个印出来结果会这样 我这一个程式印出来结果会这样 因为我有加Li 加Li让他却变12这样 那我再把他简化一下 我现在这一个是html文件 所以我就新增一个 Jason.html 然后 OK UTF发 好OK 这样子 我们把它 打开看一下 你会看到这个结果 事实上呢 我写的有点冗长 因为栏位不需要加 字串符号 这个server的话 这里也在server 上面有另外写好的 Json 只是你在跟他 你在跟他要求 Json的时候 他就会把他 自己做好Json传给你 server的话 其实他都会直接 显示成 Json格式的网页给你 你就会看到那个 Json格式的网页 然后 我就可以写程式去抓那个网页 然后 抓回来 但是以Facebook而言 他们因为是要分路 所以你就不能够 直接 写 类似像Cloud的程式去抓他 所以你要遵循他的 API规格 那他会 释出一些 你该怎么样子存取 然后 你要 要 比如说要先 用APP的方式 然后 让Facebook授权 然后他不是会 不是会显示说 你要不要让这个应用程式 存取你的网站 然后要的话 之后你的程式才可以去 存取 那中间有一个 有一个过程 是API的那个 互交过程 而且要 你要先申请 APP的那个 Key 申请APP的那个许可证 然后把它签在你的程式里面 他会控管你的 存取 OK 那这边还可以更短 因为他的栏位名称 不需要 不需要 有 有 商品 所以我这样写 应该也是OK 再试一次 一样 一样 我把它改一下 不然不确定 23岁 别看长大 一岁 有 OK 所以OK 所以你 其实这个Jason的格式还蛮精简 注意 大括号是物件 小括号是正令 中括号是正令 就这样 其他的 你应该很容易 然后 然后就是 这个物件 你知道他用这个物件 他说这个物件也没有这些东西 然后再开始从零 零就整理一一二 对 那你就写 JaraScriter 去处理他 比如说 我想取得 就举这一个 变数的 H栏位 对不对 那我就写 就举.h 如果要取得他的 Friends栏位 那就举.Friends 对 然后 因为Friends 这个阵列啊 所以就 for I in France 然后就取得 Friends I的Name Friends I的H 我最近在看程式 蠻高的 有跨路 然后 对 他现在JaraScriter 很 广泛使用 只要你是要写网站 你一定要会 不管你是用Rubi Unreal 还是什么 到最后其实你都要会JaraScriter 我好像有一个 就好像在建一个 算是 资料 他从那个打里面读着资料 然后把那个 就把它做成追身 那种格式 我那时候不知道要追身 可是 现在看起来就会 其实不难啦 就是 你如果会JaraScriter 就会觉得更简单了 就算不会JaraScriter 其实也不难 就是 物件 然后呢 栏位名称 内容 然后阵列 就这几个而已 自创加双引号 自创加双引号 其他的都不用加 这样应该清楚 OK 那这个应该课本里面有了 所以我就不用再贴了 但是 我们后来有把那个 稍微简化一下 稍微简化一下 就是 这些 栏位的双引号 是可以拿掉 那各位试试看 试试看 这个Json的东西 那 这Clojio和匿名函数 这些应该已经 刚刚都 用过了 刚刚用过匿名函数了 至于Clojio我觉得 先不要讲 再讲下去Clojio的话 就 会搞得很复杂 先不要讲这个概念 好 所以我们Json差不多讲到这边 就 就 一个段落之后 我们 自创处理 后面 会再讲一下 然后 就讲动态网页 然后之后会讲 Note.js 可能还要 一两个礼拜 讲到Note.js 那Note.js 就可以用来写 网站 动态网站 动态网站 就是那个 你可以填资料 可以干嘛 申请 有 可以帐号密码进去的那种 网站 然后那些存下的资料是放在 PHP的内容 那些存在 因为JS会写这个 然后他会把 输入的资料 然后再存在下面 存在 Note.js 也 就是 资料你 可以存成档案 你也可以放在 Cookie JS可以另外 就是用 JS可以一下 再建一个 TXT 对 甚至你也可以放在 系统的环境变数 那 最常见的是放在 资料库 那资料库呢 以Note.js而言 最多人使用的 不是什么 MySQL啊 或什么之类的 不是 Note.js最多人使用的 一种资料库叫 MangoDB 然后他的界面 叫Mango's 就是他的API叫 包装成JavaSpeed的 Note的API叫 Mango's OK 那这又是一套 那 我们如果把 如果把 Note Express 的那一套呢 拿来用的话 那你接上 Mango's 你就会是一个 完整的系 就包含 可以存取资料库 整个网站 你要怎么设计 几乎都已经完成 那剩下的就是 程式大小的问题 OK 那 他完全可以取代 PHP 也可以 取代Rubian Rail 但是他有他的特性 就是 他 希望速度快 所以他全部都用callback 尽量不要用多 多个thread OK 那所以 他的 他的特性就是 他比较轻量级 因为全部都用callback 其实是比较轻量级 那如果你要 变成说 很大规模的 那你就要自己再去 分配 比如说资料库 用 用那个 Mango's 他是 MangoDB 他是一个 Nosequel 各位知道Nosequel的意义吗 你们 有上资料库吗 资料库你们上用什么呢 Mosequel Mosequel Mosequel是传统的 关联式资料库 对不对 那现在 就是 最近 云端 兴起之后 慢慢的 Nosequel跟着兴起 为什么 Hadoop其实也算是一种 Nosequel 他不是传统的关联式资料库 所以就叫Nosequel 那 MangoDB也是 那这种 不是传统关联式资料库 其实他比较容易使用 他不需要分成表 那 以 以Sequel Server而言 他是一定要分成表 那你不用分成表的话 就可以把整个物件 整个字串 什么东东都 一次塞进去 所以他用起来 比较容易 但是呢 相对的 相对的 他的效能呢 可能会比较好 可是他要做 join之类的 他没办法做 因为他没有这种东西 他可以把整个物件丢进去 但是他没有办法 做像什么 关联式查询 join之类的这种东西 那 以Hadoop而言的话呢 他要做Map完 再做Reduce 他要分成两个过程 他没有办法一次 select 然后join 结束 那 Mangus也是这样 他这个后面 几个礼拜 会 会 讲到Nord JS表单之后 我会 后面再补 再补那个 有关于 Express Express 和那个 资料库的这一段 这个我还没写 好 那大概 会了解我们这学期上到哪 因为这学期 好像时间也剩不多了 所以我们可能要 比较快一下 好 那大概